花蓮县一里镇河东地区的松浦 乐和国小等七校 104学年度期 特别组成涉猎联盟校勤学校 希望达到教师专业成长 增进教师专业智能 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的成就 学习力跟竞争力 10号特别在松浦部落聚会所 进行教学成果校计交流活动 因为我们都是小型学校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自己 一个推动的一些资源 能够整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可以介入前人的 或者是同侪之间的一个 或者是教学的伙伴 他们的一个心路历程 然后对孩子的学习 更有精进的部分 严明会主委一将是 河东策略联盟七校中 松浦国小和玉东国中的毕业校友 特别受邀回校参加 除了感谢母校的栽培 同时肯定七校校长 老师的用心 我想这个策略联盟 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典范 我相信未来 应该要持续办下去 所以我要鼓励 各位小学弟小学妹 学校现在鼓励你们 在学校怎么好好读书之外 也要把自己的母语 要学会好不好 好 然后回家的时候 跟阿公阿嬷 跟爸爸妈妈也都用 足语讲话好不好 好 教学成果校剧交流 特别安排多项闯关体验活动 各校即随途保持集 特别提供VR 玩弹珠 木香鼓大PK等关卡 VR 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头晕晕的 可以看到吐司崩塌的样子 非常好玩 不会让你害怕 不会 立即逃跑 和东第七七校地处 玉里镇偏眼第七 都属小型原住民第七 重点学校 学生90% 具有原住民籍身份 家长都以务农 打零工为主 收入不稳定 忙以维持家庭生计状况下 相对在陪同 孩童的学习成长 时间不足 透过推动策略联盟计划 期望能提升 学生学习的成效 原始新闻 发布了花莲玉里 采访报道 好 好 好